花林市公所争取原民会公益彩券回馈补助计划 日前开办了16堂的部落数位课程 邀请了讲师指导部落农户以及摊商 如何进行销售以及支付转型 希望能够提升消费群众的触及率 与开发潜在的客户群 部落妇女人手一台手机坐在长桌前 看着老师透过大萤幕投影电商平台的操作过程 这是花林市公所争取原民会公益彩券回馈补助计划 日前开办的16堂部落数位课程 因为这次的疫情三年的疫情下来 那因为一般的摊商跟小农 他没有办法在实体的通路上面去贩售他的商品 那很多小农跟摊商他实际上没有这种数位平台的能力 就是操作数位平台的能力 那我们就开办这样的课 然后让这些小农跟摊商 他可以有具备所谓数位平台的操作能力 市长为家一人在日前 也协同原型客长江靖贤 前往原住民文化历史馆 关切原住民小老板劳动合作社的农户 及摊商上课情形 希望透过今年度的部落数位小老板计划 能提升消费族群的触及率与开发潜在客户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系统能够了解 包括转化 包括甚至于邮寄的过程 那都可以让我们这些市集的摊商 都可以更了解 那不只在线下也可以赚钱 线上也可以赚钱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过程 那也可以学习的更多 那也可以使用的更多 也希望我们所有市集的老板 都能够赚大钱 这项计划是三年型的延续性质 从110年的原位直送箱子里的部落 111年的马不论吉他部落一起把人故逛起来 到今年的部落数位小老板 透过网络数位销售平台 及华联市原创市集的实体销售双平台 提供消费者新鲜的部落当季作物野菜箱及市集产品之外 也让部落小农与小贩同时共享双平台所带来的销售效益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能为部落产业走出新局面 记者徐立琴 华联市报导